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積電的產能利用率 在3月份到4月份 出現了非常劇烈的下滑波動 那當然跟這個第一季的法說 會直接密切有關 因為當時台積電就提出 在第二季 這個晶圓代工 特別是台積電的季營收 渴望可能會下滑 8個百分點到9個百分點 那4月份營收果不其然 一口氣大幅下滑了 有14個百分點之多 所以這個營收 衰退速度相當的大 所以台北股市 我們看到大哥的財報掛了 那台北股市的萬點 還有機會走下一步嗎 這我們要做觀察 另外我們提到 這次的萬點 昨天來到101點 那這一次1萬點之前的腰股 跟1萬點之後 今天的腰股 結構完全不一樣 在昨天以前的腰股 是高周轉率 這種三天換一個老闆 兩天換一個老闆 一天半換一個老闆的高周轉率 個股慢慢的退位 那現在新腰股什麼 有沒有買股票 要把所有課本丟掉 就是第一季或去年產培的個股 今天占漲停板的加速 一半以上 什麼意思 就是越爛的公司 股價越強 台北股市怎麼會走到 這個地步 先講台客也 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 再回來講腰股 台積電都大哥成績都考砸了 當然底下考更爛的 當然可以囂張 可台積電營收 似乎比預期來得差更多 尤其是四月份營收大幅下滑 預估五月份 我們從幾個 包括它下游的品牌 或下游的通路 甚至它的客戶 IC業者 目前對於四五月份 感覺更保守 所以第一季台積電法說 說預估即衰退 或是年衰退 8到9個百分點 看樣子比預期來得更大 您的觀察 沒有 他是說 這個第二季的營收 整體會比第一季預估 來得8到9%衰退 它等於衰退蠻大的 沒有 我們不能這樣看 因為四月份 其實是一個新舊機種交替 最爛的一個月 所以你看世光那邊寫 37個月最糟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第二季有三個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五月表現平平 現在大家在等的 其實是在六月 因為六月 如果說真的iPhone在 iPhone 因為大家猜的是 台積電會不會拿到iPhone 8 相關的A11儲移器的訂單 如果說iPhone 8真的要在今年的 第四季出來的話 三個月算是極限的 可是你看 唐玥你提到 因為2017年 今天第一季台積營收大概2400億不到 衰退8% 9%大概就是第二季營收 大概落在2100億左右 可是第二季就是四月 五月 六月 三個月 那四月份只有568億 五月 六月台積電的營收 要做1560億以上才能達到低標 它的營收要在下個月跟下個月 創歷史新高 產能爆掉 從火星般產能來 才可能達得到 沒有那麼多 你看那邊八億 三月份就有800多億 所以其實它只要兩個月 都做800多億 就能夠勉強達到低標的水準 那五月份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其實還沒有這個iPhone拉貨 A11的拉貨沒有那麼快 所以現在市場要期待的是說 六月到底有沒有可能 有這個A11 就是蘋果新的 新機的處理器的訂單 因為一旦拉貨的話 因為有可能就是 達到這個800以上的話 低標就有可能達成 否則的話 其實整個第二季 有可能會有下修的風險 因為這iPhone8 大家都是非常關注 像今天我看到和碩 和碩的老闆說 我們的人員設備都準備好了 所以現在第二季營收雖然不佳 可是我們展望下半年非常樂觀 這是何碩講的 何碩代工F8的組裝 可是今天有個外資說 洪海獨拿iPhone8的組裝 就妙了 一個準備好的人 他沒有訂單 一個拿到訂單的人 沒有說他準備好 所以台積電的營收 iPhone8成為台北股市 或全球科技界的投資 一個最羅生門的事件 阿忠哥 台積電營收也太差了吧 淡季有淡到這個地步的嗎 這個人的血壓有高有低 可是這個血壓低到好像已經要致命了 您的觀察呢 其實我想台積電的整個產品的結構 是大家全世界都在關心的 其實第一個 當然智慧型手機是原來大家關心的焦點 可是這幾天你會看到 應該是說這大概一個月以來 你會看到台積電在談論的很多事情 已經在脫離智慧型手機 因為它最新的這個說明會上技術的 因為它每一季都有這個技術的論壇 年度的技術論壇 它特別在講的一件事 是跟Google在發表的一個新的處理器 叫TPU有關 什麼叫TPU TPU 因為我們知道最早的PC的這個處理器 叫CPU 對 現在新的我們講說智慧型手機也好 或者遊戲機也好 最重要的叫GPU 這個Graphic跟圖像有關的運算 那這個GPU誰是領導廠商 NVIDIA NVIDIA昨天宣布它的第一季營收 非常漂亮 比去年成長多少 成長48% 對 所以股價盤後漲了12% NVIDIA在哪裡生產 台積電 所以它的第一個 CPU它是不要看了 對 GPU是重點 好那現在智慧型手機不好 智慧型手機不好 沒關係啊 有新的東西叫TPU出來 TPU做什麼的 TPU是我們做語音辨識 做人臉辨識 所有新的這些辨識技術裡面 它需要的高效運算的處理器 叫TPU 這個是誰在做 Google在做 Google剛好就在最近 大概一個月之內 發表了它在做的TPU 它這個TPU的運算效能 它整個容量是傳統CPU的30倍到80倍 對 誰能做 台積電 對 今天簡單說 這個夢已經在長大了 所以智慧型手機好不好 對 已經不是重點 重點是接下來是什麼 是AI 所以你就看到 簡單說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正在畫一個科技的大夢 對 所以這個真的叫本夢比 好 那你講 因為智慧型手機是現在眼前看得到的 對 AI是未來的夢想 現在只要講AI 對不對 你說這個 人工智慧 李開副寫的AI的書大賣 狂賣 對 大家都在看AI 全世界在看AI 誰能夠跟AI沾得上邊 台積電是台灣 少數跟AI你可以扯得上邊的公司 對 所以你就想想 如果今天是外資要買的話 他買什麼股票 當然是買台積電 那我們就講 台積電股價最好回檔 是 回檔以後誰最高興 外資最高興 他也不想買200塊 是 對不對 他想要趕快跌下來 大家來買一點 那所以我覺得關鍵就在哪裡 你要去看 是因為整個蘋果 就是我上次有提到 整個蘋果的股價還在往上走 對 那今天問題是來了 對 那蘋果股價已經超過8000億美金的市值 已經 現在華爾街已經看到一兆 一兆美金 對 那買的人是誰 買的是央行 是 那你今天 所以 我覺得接下來你要看到的是什麼 已經從 慢慢從基本面行情慢慢 其實我覺得這個完全是 本夢比 已經是資金面了 就是這些 這些買家 他已經不是在看技術看什麼 他今天是在找資金的去處 對 阿中哥破我的梗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本來想明天做這個專題 就是剛剛提到的重點 最近買蘋果 最大手誰 央行 包括日本央行 甚至我們講的瑞士央行 因為大家知道瑞士央行這幾年 透過它的外匯儲備 可以大量買進美國股票 所以瑞士央行已經變成了一個基金了 一個資產管理公司 可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過去我們叫做美金 美金 在以前傳統金本位的年代 你可以拿美元跟美國的聯準會 成政部換黃金 所以叫美金 美元跟黃金 是一個固定的交換的比例 但是這個制度被放棄了 可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所以瑞士法郎是瓶蓋股 因為瑞士的央行 買一堆蘋果的股票 所以理論上 理論上 我們可以拿瑞士法郎 跟瑞士央行交換一下 我法郎給你 你蘋果股票給我 什麼意思 瑞士法郎的發行的準備 有很大部分是蘋果的股票 那妙了 那蘋果股價暴衝 那瑞士法郎應該要升值 可是沒有 阿中哥就妙了 其實現在你不要買蘋果 瑞士法郎 因為事實上全世界最大 用蘋果的法人 就是瑞士央行 那跟著瑞士法郎就好 又安全又保險 可是瑞郎最近不僅沒升還扁 那他為什麼不升 這很特別 沒有 我覺得這個就是關鍵 因為大家現在就是對於 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 到底要怎麼走 大家已經 已經慢慢你要走到十字路口 因為現在五月過去以後 就是六月 六月馬上FED又要升息 那歐洲央行 到底要不要跟著接近的動作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猜 那現在五月還沒有猜 還沒有認真猜 因為月到六月十五號 十二十三號 那個時候一定會猜得更兇 那現在趁最後 剩下最後這一個月 所以你覺得有股票的人 當然是拿著大聲公在喊 多啊 多啊 大家趕快買 你只要噴出去的時候 你覺得這些人不賣股票 對不對 因為對於瑞士央行來講 大家回去查一下資料 我特別看一下2015年7月 2015年暑假的時候 那時候蘋果的股價 啪啪啪從130 一路往下摘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媒體就開始修理瑞士央行 我想說這個是潘娜 這個最大重災趨勢 瑞士央行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今天回算回來 人家抱得久 他現在單單從那個時間點算回來 他已經再賺了將近15% 不只喔 對 那所以你就說 從整個角度來看 今天你玩的這些player 這些你的對手 今天我們要隨便去放空股票 你要看一下 你的對手是瑞士央行 對 你的對手是央行 所以你不要搞不清楚 那今天要看央行的動作是什麼 那央行一定是看 大家每一個央行 大家排不排座 每一個央行動作決定了 我今天的匯率利率 我的走勢怎麼樣 我來做調整 我們當然講 因為瑞士央行本來 在2015年 因為瑞士央行跟 瑞郎跟歐元的強區間 鬆脫了 所以瑞郎曾經出現價格大波動 在2015年 大家都認為瑞士央行 因為希望瑞士法郎貶值 港銘統計師 因為大家都覺得瑞士法郎 太安全 在歐洲當中 它是個中立國 而且是最安全的避險貨幣 所以當時瑞士央行買蘋果 有可能是這種 吃毒藥 我們在財務上就知道 吃毒藥新聞 就是自殺 因為講蘋果泡沫 我買多一點蘋果的話 你們就會覺得瑞士法郎不穩 那瑞士法郎是不是可以貶值 結果沒想到 毒藥變先藥 變先丹 現在瑞郎瑞士央行 就如阿忠哥講的 不僅沒賠還大賺 使得瑞郎要貶值空間更小 但宇龍我們觀察 今天台北股市萬點 所以又來挑戰一次 9950 可是台積電下午公布營收 甚至在我們錄影之前 鴻海一直沒有公布營收 這一次鴻海非常詭異 因為過去郭台銘每次為了要報稅 都會申報轉讓 可是我們看已經拖到了5月10號 第一個今天營收公布到下午還沒公布 第二個該申報轉讓 沒申報轉讓 郭台銘對於鴻海的骨架 似乎非常有一個企圖心 可是這個企圖心是要靠拖的 因為醜媳婦只要要見公婆 您觀察 要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想現在這個時間 節目在播出的時候 應該已經公布出來了 對 因為他今天講 現在我們今天播出來 還沒公布就要下市了 對 應該會被警示 我想其實很重要 因為今天台積電的這個營收出來 其實是跌破很多人眼睛 而且其實我看到其實滿驚訝 因為剛剛世光已經講到 他4月份營收這麼長 他5月份 6月份 他必須要超爆表的這個營收表現 他才會有好的表現 對 他才會符合他原本猜測 第一季猜測說我大概衰退9% 大概才符合那個低標 也說其實從架構裡面 我認為這場股票 短線上會有風險 為什麼 漲多就是最大的風險 因為我先 剛剛世光講到這個 大家都去搶蘋果股票 我想到大概5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美元變得非常非常慘 然後全世界這樣 我們要以歐元計價 那時候歐元好好 然後比如說好萊塢明星 什麼明星 全部都是要拿歐元 結果歐元就從那時候崩盤崩下 巴西民謀嘛 當然領歐元不要美元 那跟這次就好像很像 因為全世界的央行 全部都跑去買蘋果的股票 那會不會這是一個泡沫 我們可以去思考 那我們先看看台積電 為什麼講到台積電 它有一個很大的潛藏的風險 因為這是台積電最近的日線圖 那我仔細去觀察 它的這個借券的這個餘額 它是創下最近一年的新高 來到2萬張 你過去最近這半年來暴增嗎 對 最近這半年 而且是最近這一個 一兩個月這往上增加幅度 還滿兇的 那我就思考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就看一下歷史的經驗 有沒有同樣的狀況 然後有什麼訊號可以告訴我們 結果我觀察到有兩個重點 一個除了它的借券額暴增之外 你要去觀察它短期投資的現象 是 又是短期投資 對 又是短期投資 因為這間公司平常 我們不會去看它短期投資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那它最近五年的 短期投資的一個表現 如果可以導播照景 這邊是2014年的年初 那我有用在下面這張圖有沒有 我畫一個實現 當時就在這個地方 它的整個短期投資 忽然暴增的時候 結果股價大漲一大段 每次好怪喔 好巧對不對 那這一次它這邊暴增的時候 剛好就是漲到這一段漲上來 但很奇怪喔 當它股價來到頂點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它的借券額 都是在高檔 對… 然後呢 股價就降下來 對 大家不要看這一段 雖然說現在目前台股股價 創新高 但是這一段它從155塊 跌到了110塊 觀眾朋友 我們以前在念金融的 都叫補償性存款 這個是最單純的解釋 就是可能電視機前面 有些中小企業家 你知道早期喔 你要跟銀行借錢 那個利率有限制嘛 可能最高只能借你18% 法律規定 再高就是高利貸 那銀行怎麼賺你利息 你借100塊錢 你必須把20塊存回來 這跟地下錢裝一樣喔 明明借100塊 那利率 喔 好 五分利 三分利 四分利 趕快很低 可是事實上你借100塊 要先預扣30塊 所以事實上 你的利息是用100塊計算 可是你借到本金 可能只有70塊 60塊 那你用70塊 60塊 當分母 然後100塊的利息當分子 發現你的利率好高好高 好 這是最單純的補償器存款 也是地下錢裝的模式 那當然台積電 不會這樣做 因為台積電是名門正派 很多公司為什麼會 短期投資暴增 官面有 他是做交換 他要跟外面的市值管理的高手 做資產交換 官面有你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從台鳳 從國產車都看過 這個股價暴漲 跟短期投資怎麼關係 這個短期投資不是真投資 而是跟外面做對手 我的錢交給你做抵押的概念 你的錢來幫我炒股票 所以常常看到 像台積電的公司 還不用擔憂 像可真正的公司 還不用擔憂 可是很多小公司 要特別小心 他短期投資暴衝 股價怎麼會暴衝呢 這個短期投資暴衝 跟股價暴衝 中間有資產交換的概念 對 而且通常這種情況 他當他這個短期投資 一減少的時候 股價又崩盤 像今年同志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意思 我們也講過大同 宏達電 都是同樣的地址 很妙 對 因為現在可能 鴻海的營收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看一下鴻海 因為鴻海他有同樣的現象 第一個 他今天公布營收 因為已經確定 他第二季是淡季 為什麼講他確定 我們可以看他營收 這個軌跡有沒有 他過去這五年的經驗 他只有在90 11 12 這四個月 營收是成長的 其他都是淡季 都是往下走的有沒有 對 現在剛好是淡季 所以說今天公布出來衰退 這不是太大意外 那你昨天的講法就是說 為什麼在昨天拉萬點 因為 對 因為今天要公布營收 最後五月份 四月份營收 一定要在今天公布 對 所以今天 因為硬撐 想辦法都把它撐在上面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鴻海的他的這個借券的這個余額 其實在最近 這是最近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 因為我把圖形說得比較大一點點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忽然的往上去做暴衝 對 借券額大幅度往上去做增加 是不是已經有人知道了 他後面會不好 所以先去做一個卡位動作 所以我又很好奇的 把他的短期投資再拉出來看 結果我又嚇到了 這是他短期投資 你看 這歷史都是今年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在2014年年初的時候 對 股價是在這個地方 對 當時他從大概70塊 一路漲到了110幾塊 對 結果他短期投資一減少 股價就崩盤 大跌超過五成 完全是正相關 完全正相關 短期投資增加 股價就拉 短期投資減少 股價就跌 對 那他這邊一增加 這邊又拉了一小段上來 對 好 那他現在拉上來了 就這一段 這個地方 那因為他借俊又來到高檔 如果又進入到所謂 過去的歷史循環的話 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要留意到的風險 好 其實宇童抓出一個 很大的重點 這個短期投資 這個常常隱藏背後 不為人這個故事 以大公司或台積電 鴻海可乘來講 他們可能是錢沒有地方用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他也沒有新的依附賬款 也沒有新的資本支出 在短期之內 所以因為這種公司很大 會瞬間累積非常多的 短期資金 那短期怎麼辦 就是做短期投資 這也代表這個短的 庫存循環當中 公司或企業保守的看法 我要講RSP0 因為事實上 台幣股市經驗就很特別 我們先不管台幣 能不能站得上 我們先看 站得上30塊 我們看今天漲停滿了個股 就妙了 我們排下去 觀眾朋友 這邊都是漲停滿的 不要懷疑都是漲停滿的 我們把他們的盈餘給撈了出來 越爛的股票 今天越兇悍 你公司本質不夠爛 還不能漲停 像今天跌停的 幣翔 觀眾朋友幣翔有沒有 我們先前介紹過 幣翔這個公司的財報有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現金 足夠cover它的所有負債 包括長天行動短期間的負債 可是股價為什麼無量崩跌 這就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你的現金是真的在還是假的在 常常這種公司一旦崩潰 像博達亞 才發現現金根本是掛在帳上 所有的現金早就被 做部分的執押或扣掉了 只是停留在帳上 但是真的要的時候 不行 這現金你被人拿走 觀眾朋友已經懂意思了嗎 就像復興航空 感見那麼多現金 原來在申請停業之前 它的現金都已經被信託掉了 我們並不知道這現金存不存在 因為單從財報做觀察 必想的現金足夠cover所有負債 可是股價怎麼會一路崩盤 同樣反過來觀察 就是財報很漂亮的跌停 財報很爛的都漲停 那代表宏達店 德宏鎮達 像這個軍怎麼唸 軍怎麼唸 不會唸 都不會唸 精確系統唸 立基 難道這些虧損都是假的嗎 在台灣股市 真的變假的 假的變真的 阿哥怎麼看 這萬點之前的腰股 跟萬點之後的腰股 完全變了 對 我們說萬點之前 是有一些夢想的腰股 拿不出什麼時機這樣子 還沒賺到就先漲 這些事已經虧掉了 還可以漲 對 當然就是非常混亂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這次是最慘的萬點行情 這些股票誰會賺到 沒有人賺到 誰會有 對阿 要嘛就是你聽都沒聽過 要嘛是已經中錯一段了 是 所以這次的萬點行情 一點都不快樂 是 我們說過去的萬點行情 都是百花齊放 是 如果你見到萬點 你沒有賺錢 應該是很神奇了 對不對 但是見到萬點 你有賺錢才是很神奇 除非你買到台積電鴻海 不然幾乎都虧錢 而且以前是 那個一人得到雞犬升天 台積電大漲了以後 所有股票都要漲 但是沒有 這次台積電大漲以後 一堆股票都狂殺 就是很怕賣不掉一樣 所以我們說 這次指數 上了萬點以後 這個是融資維持率 對 這三四天是瘋狂的往下殺 什麼意思 有融資的股票都拚命跌 有融資的股票拚命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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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虧錢的 都被套牢了 對 虧5%到20% 甚至財影到20% 所以融資維持率 現在已經跌破166了 對 已經跌破166了 對 跌破166了 但是很多都虧錢了 跌破160 代表全市場都在賠錢 對 有一半以上都套牢 對 所以才會低於一百 因為我們今天買的話 是166嘛 對啊 所以整個市場低於 不要說低於166 低於160 對 代表全市場都在賠錢 超過一半以上都虧錢 對 那你說一萬點你虧錢 一萬點你套牢 如果說八千點套牢 漲到九千會回本 對不對 你萬點套牢 等於說要漲到一萬一 你看有沒有機會回本 是 那這個行情有沒有辦法漲到一萬一 讓投資人要想清楚 對不對 而且這一波行情的時候 這一波空單一路增 一路增的時候 幾乎都增在九千八之上 對 所以這些空單要被軋 要起碼漲到一萬零五百到一萬一 對 才有被軋的感覺 是 這個環境適合漲到一萬一 讓我們被軋 對 機率好像沒那麼高 台積營收創三年新低 對啊 台積還在大漲嗎 對 然後這些沒有賺錢公司要大漲嗎 對 機率不高 但是櫃檯更慘 假犬已經普通產了 櫃檯是更慘的 因為櫃檯指數就一路往下殺了 對 完全是兩個世界 是 我們看櫃檯根本看不出來 是萬點 而且這一波下殺之前 櫃檯的融券也是大幅增加 是 台房融券 對 而且融資這段時間 這高檔這段時間 也是一路增加 對 一路增加的過程中 融資維持率一路往下滑 是 然後櫃檯的融資維持率也跌破了一百九 因為它是兩百嘛 對兩百 所以跌破一百九代表都虧10%以上了 是 好多嚴重虧損 對 所以無論是加錢公櫃檯 現在感覺都很差 一點都沒有萬點的感覺 我們來找個例子 我們把過去二十天做多的 最用力的就是融資增加的 這二十天 前兩名是什麼 第一名是群創 第二名是什麼 友達 買稅多的 群創公布營收稅分也不好 對啊 這融資貿錢買了 買了九萬張 友達買了兩萬八千張 這兩檔就是賞戶指標股 你上萬點這兩檔沒有漲 怎麼叫上萬點 沒有人沒有辦法開香檳 你開香檳大家都流眼淚 不知道要喝幹嘛 可能要喝醉的 太難過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群創 這是友達 最近股價一路往下殺 融資暴增 對 友達一路往下殺 融資也是暴增 這哪像萬點的行情 根本就不像 這兩個指標股 面板算是很廣的產業 對 他們沒有賺錢 而且投資也沒賺錢 對 這些公司都漲不動 看起來是怪怪的 如果做多沒賺錢 我們看做空的有沒有被割 我們看過去二十天做空的 你看這邊綠色的 有十檔裡面 前十名的有八檔都在撞錯 對 就是融券 這二十天融券 二十天爆增 對 融券二十天爆增 增加最多的 都賺錢 對 彩金 玉山金 宏達店 我前三名都賺不少 對不對 宏達店還賺兩成 對 賺兩成 今天雖然漲停 但還是有一成 還是有賺 你上萬點我還賺10% 我空單還賺10% 你看這多詭異 所以空單還大賺 不是很詭異嗎 說萬點怎麼可能空單大賺 那的確是大賺 那第一檔 這是宏達店的 融券還增加 在這個地方拼命增加 低波沙 你這邊漲停沒有用 我這邊還是賺錢 他融券還空在上面 對 空在上面 對你很好 一開放給你空在高點 沒有殺下來 對不對 一路空下來 還殺第二段讓你賺錢 所以宏達店大賺 那彩金一樣 對不對 這邊一路往下殺 融券是怎樣爆增 以前都沒有那麼高 忽然這邊忽然好想空 很奇怪 看到萬點絕不空 太可惜 你知道嗎 一空果然也下來 便宜的也漲不動 貴的也漲不動 所以萬點變成是照妖境 以前是萬點 大家看到萬點就狂買 現在看到萬點 大家變成狂賣 我們說指數接近萬點 指數還沒有中錯 這個VIP 我們說這個是超過百元的 加速 對 就開始往下殺 就一百塊以上的股票 大家都搶著賣 一百塊以上 當然是比較好的股票 對 基歐股幹嘛賣 三萬點幹嘛賣 對 三萬點如果會到 一萬一 一萬二 你賣掉不是很可惜嗎 對 像大力光一樣 對 而且這些基歐股 是誰買的 都是法人買的 都是三百塊 四百塊 五百塊 都是法人在買的 台股公萬點的前夕 反而上百元的加速變少了 就變少了 比如說三大法人都在賣 對 所有的主力都在賣 把那個一百一的 把你踹到九十 把你一百零五的踹到八十 那就多真慘 那這個十塊以下的加速 他主要說上萬點應該要瘋狂 對 我們現在多頭尾聲 有瘋狂 對 就沒有 反而加速增加 為什麼 加速本來說十塊的 被打到九塊 十一塊的被打到八塊 反而加速增加了 機能變多了 你知道嗎 就拚命賣 對 我不敢留到一萬點以上 所以萬良情連VIP式的人也悲觀 對 連那種搶低價投機股的人也悲觀 連主力都不敢炒低價股 對 就非常詭異啦 所以外資越買 手越軟 對 是 所以可以看到外資在昨天 他的那個借券是明顯的增加 6.9萬張 開始增加了 對 因為為什麼 他的右手買股票買一買 反正買不動 最近一直買都買不上去 是 他公共萬點那天越買 心越虛 怎麼一直買 一直殺這樣子 對 所以外資現在開始 左手開始發動了 左手他就是空單 對 借券開始增加了 這邊撐越久 他借券增加的機會就越多 我們剛剛講的台積電 外資市場早就有備而來 剛剛宇龍有講了 對不對 就是外資這個下面是現貨 累積買賣超 對 在增加的同時 借券也是拼命增加 是 所以看起來 並沒有純粹看好的台積電 如果看得很好 那我應該空單要減少 對不對 然後多端拼命增加就好了 看起來是沒有 雖然這數量不多 但是代表 有一些外資是 也可能電話線比較零 看得出來外資營收衰退 那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比較弱勢的群創 外資就沒有再客氣了 昨天 昨天外資的群創是 跟著買了一萬四千多張 但是借券借了三萬多張 所以我買假的 我這邊 右手才買了一萬四千多張 左手空了三萬多張 對 我們看這借券 這個紅色借券 是拼命的往上衝 事實上現貨也沒有買很多 所以都是誰在買 都是賞戶融資在買 事實上外資對這些股票也都只是在賣 所以外資能夠賣股票 事實上沒有很多 可能只到五檔 到十檔而已 那蠻慘的 對 好 我們看一下 因為從今天這些掌錢股股 觀眾朋友隨便舉幾檔 我們有做準備 包括我們看到陽明光 這陽明光當年炒為頭影的概念 這股價從三百多塊 跌到了三十多塊 觀眾朋友 這股票就是很會做市值的操作 那最近活過來 從二十四塊到四十幾塊 可是從他的營收 從他的財報 從他最近的消息裡面 這股價說實在也叫無稽之談 另外我們看一下 包括宏達店 也是公布了營收 公布了盈餘 但因為他的毛利率的負值 毛利率增加 營業利率虧損縮小 所以股價今天出現慶祝行情 坦克爺 其實這行情在幹嘛 怎麼變成這些腰股在亂漲 我們要先觀察 宏達店到底今天晚上的空單 有沒有減少 所以今天有可能漲停 是因為空單大賺之後回補 因為他們提前知道 因為我們來看 其實宏達店的這個虧損的消息 可以從他的營收之中來觀察 因為營收其實你看 他其實在第一季的時候 營收已經掉得滿兇的 他可能連這個基本的損益平衡點 都可能過不了 所以其實提前的這個 開放融資券之後 開放融券之後 你放空在這裡 然後趁著下跌去把它回補 其實我覺得是邏輯可通的 因為今天漲停是在一個跌升之後 但這裡其實我要提醒大家 漲停不是單純的重點 因為所有的股票 跌升都有出現漲停過 當然 我們來看 你像永冠也是一樣 有這個跌升之後的反彈 做風力發電 同志也是一樣 但是你看 他其實在反彈 為什麼當初會反彈這一段 因為他公佈去年第一世紀 獲利還不錯 但其實公佈之後 這有點又多的味道 那結果又破一頂 破一頂 為什麼破一頂 因為公佈 原來去年第一世紀可以賺1塊多 但今年第一季只賺0.6 同樣邏輯 在同志也發生 去年第一世紀賺3塊多還不錯 但是第一季只有賺1塊錢不到 對 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為數據或基本面的財報 其實有點慢 那我們要觀察的是一些手法 像這裡 我們舉一檔例子 最近剛剛跌下來 這叫做這個 敦泰 我們來看其實 最近在這邊 這不是跌下來嗎 在警線之前出現了什麼現象 我們照今年就發現 叫紅黑香煎 剛剛世光提到的 像是在聯銀光 或是什麼股票 你會發現很多這種高檔股票 都有紅黑香煎的股票 這種興趣賺是什麼 這種興趣賺叫做 我可以先出100 先再買50回來 我出200 再買100回來 我只要進的這個賬戶 是進流出的就好了 所以紅黑香煎是在幹嘛 為什麼今天還要再 拉一根紅棒起來 因為沒出完 明天還要出 所以在這個紅黑香煎 的過程之中 你會發現這都是有 又多的跡象 現在很多強勢的這種 逆勢漲停的股票 就有這種又多的跡象 敦泰的主力還算厲害的 可以搞一個多月 撐一個半月 好多股票 有都撐 不要說撐 有一個禮拜都沒撐到 就直接掉頭了 我肩頭反轉 那就是那個低檔建立的 部位不夠大 當你低檔建立 像這個一大段的多頭走勢 你這麼多的貨怎麼出 現在就在這邊 在做一個處理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要觀察的是 因為波段漲幅大的股票 怎麼樣出貨 像蘋果概念股 怎麼樣出貨 其實我們要觀察 阿中哥 這跟台北有沒有關係 台幣30塊佔不上 看樣子現在壓力很大 萬點是不是 這一週 好多人在賭 像我剛剛前面前 跟建華哥在賭 萬點到底上 根本不上 當然我們有各自的看法 所以現在要賭 萬點這禮拜 還有兩天會不會上 會不會不上 你覺得萬點會不會上 我覺得萬點上不上 其實不是重點 因為現在只要全資股一漲 萬點就過了 所以為什麼全資股不漲 其實關鍵就來了 因為如果萬點現在過 請問一下這些小股票怎麼辦 所以你看到的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前兩天我們覺得 小股票都死光了 只有三支股票在漲 誰去拉台積電 誰去拉大力光 我覺得都是這些主力拉的 這些主力去拱 現在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就看整個台幣 因為台幣現在實在太強 強到一個已經 你覺得現在有點離譜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一下 全世界的貨幣 連歐元 澳幣 日幣 我今天特別問了一個外資 我說幹嘛一直買台幣 他說沒有辦法 在台灣的附近 人民幣不敢碰 日幣在扁 港幣 連港幣 港幣理論上緊盯美金 他說連港幣都在走弱 你叫外資怎麼辦 外資想看了半天 就你台幣最強 你台幣為什麼最強 因為我們的央行說 我不敢再壓單邊 因為美國的匯率報告裡面 有一個重點因素 看你連續壓單邊的這個金額 有沒有到GDP的2%以上 我們最新的公佈美國的匯率報告 我們這次閃過了 所以你看得出來 央行放手 這件事情誰知道 所有外資 都知道 交易員都知道 所以這個時間點 所以你看到台幣 一路被這樣推上去 可是問題 我們現在匯率報告出來 結束了 現在財報出來 這一個禮拜財報出來 所以大家現在都來講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市場派有最新的說法 我跟你講 財報不是重點 財報就是利空 利空出完了 才是拉股票的時候 所以說5月下半月 就是他們拉股票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為常情 因為5月通常是申報 就像你剛才講 關聯名也沒申報 對 關聯名也沒申報 大家都在延後 大家都在延後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金金漲 我覺得觀察就看什麼 就看量 對 今天量只要沒有大量噴出 我覺得就安全 今天只要量 如果我們開盤半個小時 就看到噼哩啪啦都漲停板 然後那個量一直在冒出來 我覺得那個就是真正要再見 因為你融資到現在還在殺 融資殺 那表示散戶都知道要跑 那散戶都知道要跑 那難不成套牢阻力嗎 是 我們始終不相信 整個股市是這樣的一個遊戲 那所以我覺得 大家還在堅 要把這個氣氛炒到最熱 熱到最高點的時候 才是要落跑的事 好 我們看到景氣繁不繁榮 但股市好不好 其實我們從很多指標 可以做觀察 以前有什麼迷你群口紅 比較負面的指標 可是事實上我們可以從 全球現在的外賣餐飲宴 來做觀察 我們這樣往下回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很紅的外賣 現在台北的街頭上 常常看到摩托車上面 有Uber 8 包括熊貓快送 事實上從大陸到美國到台灣 現在這種外賣餐飲宴多 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景氣迅滑 而外賣餐飲業 這個產業的未來性 又為什麼得到現在大量的 天使基金的大量投入 我們今天的廣告 就要從這個產業 來做節目的觀察 隨著這個工業化時代的開始發展 事實上人類越來越講求分工 那我們常常是在產業分工 像福特的成功就是把所有的零配件 由一個人完成 變成一部汽車本來是手工打造 變成一個流水線的概念 就是一個分工的發展 台灣在過去20年 能夠出現電子業大發展 也是因為 就是大量的委外生產 可是事實上 現在隨著經濟發展 越來越精緻 密度越來越強 而這種委外風潮 其實也在我們生活之中 包括我們回家買個便當回家 奇怪沒有 在你買便當回家過程當中 就已經出現一個委外的一個訂單了 就出現一個委外分工的經濟現象 為什麼 因為光是買菜 包括洗菜 包括做菜 包括最後的善後 我講的不是說把便當丟掉 而是鍋子 廚房清理 透過你一個便當帶回家的模式 所有的勞力跟時間通通都委外 那像自助餐 像這種快速餐飲 像麥當勞 肯德基 透過中央廚房的概念 把大家的廚房搬到我家 可是這個外賣的概念 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細緻 我還要去買 有時候說今天晚上吃什麼 這成為很多人的頭腦 我要請談給我們今天晚上吃什麼 光是討論這個討論半天 常常就是討論完之後 算了 回家好了 因為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這個外賣的外送服務 現在成為一個更分工的人類進步的指標 我們看當然以大陸為例 美團外賣餓了嗎 按照最新的2016年計算 它的成交金額 不代表它的營收跟盈餘 已經高達了85億美金 包括餓的媽 已經來到62億美金 包括我們看英國的Just Eat 已經來到快40億美金 所以事實上 這個我們吃外食 現在連腳都不用走出去 我要請教教教教做觀察 這也是一個工業化時代 甚至工業4.0 我們要想像的 從工業2.0 工業3.0 其實人就把很多的家庭服務工作 開始外包 像洗衣服 我們看到美國電影像台灣 很多的這個洗衣店 這種自助肝洗店 為什麼 因為觀眾朋友第一個是委外 第二個是觀眾朋友有沒有搞錯 你在台北市一瓶一百多萬 你擺一台洗衣金八千塊 你腦袋有問題嗎 你花一百萬買了一個陽台 就擺了八千塊的洗衣金 跟亮一堆內衣內褲 你不是有問題嗎 那現在一樣 你花了五百萬買了五瓶廚房 可是基本上你不會開火 那你電影像是空的 那你幹嘛花這五百萬呢 那我是不是把兩瓶的陽台 跟五百萬的廚房省下來 七百萬 衣服交給人家乾洗 另外每天吃外賣 這就是一個分工的過程 您觀察 基本上不管是外賣或外食 還有就是說這些行為 都是吃飯我們叫餐飲業的行為 你要分開來看 我們現在外賣會這麼樣的一個 可以說是興盛 或者說我們每天 人類有這樣的行為 有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窮了 我們窮了 我們才做這件事情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基本上外食人口 外賣跟外賣我們要強調 它不是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它絕對真相關 對 全台灣百分之九十三的人 是外食的 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四呢 一個禮拜有四天在外面吃東西 對 這三十四裡面呢 又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一個禮拜在外面外食七天 包括外賣 對 那這百分之九十三 你扣掉誰呢 扣掉老人院的老人 扣掉你家的小baby 是 也就是說全台灣基本上 每個禮拜 每個人 都有在一百 都在叫外賣或者外食 對 對 占我們現在個人的支出 大概六千到一萬二 如果 這變窮的感覺我懂意思 因為我們要花更多時間賺錢 是 因為 我們現在一例一休了 因為 現在老闆對你的工作的時間 越來越在乎了 對 你不太容易離開你的辦公室 所以呢 為什麼講窮呢 以吉尼係數來講 這樣的一萬兩千塊錢 那跟我們的這個主機處所公布的平均的收入 其實已經非常接近 達到吉尼係數一個 一個 就是吃飯佔我們的走收入比例已經很高了 對 已經非常高了 好 再看 這個數據很漂亮 就如同台股加速一樣 一百年到一百零四年 這個是加速 餐飲宴的加速 賣吃的東西給你的這些商家 從十萬家 到十二萬四千一百二十四家 對 OK 那麼 以產值呢 也很漂亮 產值同 九十五年的三千億 到現在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 四千兩百四十億 是 那麼 預估大概今年四千七百億左右 對 這樣子的話 好像跟台股一樣 我們的股票 市值越來越高 對 而且上市加速越來越多 可是你發覺賺到錢的人呢 就越少 在前面 對 那底下的那些爛股票呢 對 那些小餐廳呢 那些擺攤的人呢 賺不到錢 所以我們台灣的餐飲業的 這個四大奇觀啊 就有點像台灣股市 第一個門檻低 你知道嗎 我們很多上市 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 要鼓勵你上市 希望能夠衝高我們股市交易的量 那這些門檻低的關係呢 所以 很多人 年輕人開咖啡廳 還有 覺得被你的老闆剝削的 這些人 開咖啡廳 做小餐車 是 在路邊或在風景區 但是呢 基本上 他非常難經營 第二個 兩極化 集團化 兩極化什麼意思呢 兩極化就是說 你開小餐車的人 或者餐飲攤的人 很多 那中間這一層 你發覺中價位的餐廳 基本上是減少的 是 集團化包括7-11 包括網品 等一下我再講 他們所佔的比例 營收的比例 真正賺錢的是這些人 第三個 低價化 你不要覺得低價化 好像只有我們賣一杯咖啡 30塊錢才是低價化 不是的 網品最近所發表的幾個 所謂的紙品牌 是 賣這個麻辣燙的 賣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全部是走低價位 對 他不走高價位 這個記中應該記得 以前民國80幾年 在跑股市的時候 好的時候 每天中午一個漲停 每天漲停板的時候 賓士車就停在敦化北路 仁愛路口 到那邊吃魚刺 對 每天去吃魚刺 然後呢 現在倒光了 紅單子 讓警察開單 為什麼讓警察開單 給政府吃紅啊 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每天吃魚刺 老闆 很多上次老闆講 我就每天用魚刺 速出口 他早餐起來一定是漲停 就不怕 現在魚刺賣得掉嗎 賣不掉 那個圓環那個經兆雨都關 是 都關了 第四個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交易模式的落伍 對 就回應你剛才所講的 大陸的交易模式呢 它早就已經分過話 現在台灣賣便當 你打電話叫賣便當的 前天我的公司叫 有來了一個五份意大利麵 提上來之後呢 我那家只有兩個公司 有沒有五份意大利麵 沒有 有沒有五份意大利麵 沒有 信信然拎著五份的意大利麵 回到他店裡 這是一個成本 你的五份意大利麵 五份意大利麵 沒人買啊 沒人叫 不是你叫的嗎 不是我叫的 我叫的我一定收 對 那結果他這個呢 他就回到他的店裡面 對 這就是他一個很大的成本 他很大的一個風險 那麼現在台灣賣便當的 特別小型的餐飲店 都是家庭經營 有很多數據 我今天就不講了 主機處公佈的 這個台灣經濟研究院所調查的 就是爸爸媽媽帶兩個小孩 頂多雇一個人 他要去外送的時候 你要叫外賣的時候 他店裡就少一個人幫忙 對 做便當的人就是賣便當的人 送便當的人 就是做便當的人 可是在大陸不是這樣子的 他現在養一個團隊 每團有十一萬人 在聽你送便當 對 而且呢 他這個送便當 他越送越過癮 像東升在十九樓 對不對 他到一到東升 他送二十個便當的時候 他發覺 現在電梯在十九樓 下來再上去的時間 要十分鐘 中午吃飯嘛 對不對 他們叫小哥 外賣的小哥 就帶著便當 從一樓爬樓梯 用衝的衝上來 給你十九樓 是 把便當給你之後 他不用收錢 為什麼 你在買的時候錢都已經算了 像我剛才講的例子 我們在九樓 他們制服方案 他一毛錢都沒有收到 他在這邊 送完十九樓的便當之後 當場在這邊馬上搶單 他一天能夠搶 四十五張到五張單子 這是一個人性 這種交易模式的進化 台灣有沒有 台灣沒有 就如同台灣的股市的交易模式是一樣的 是 閃戶的資訊是看不清楚的 那像剛才這個阿斯比林或是宇龍講的 那些的外資或者是在裡面的主要的player 他看得很清楚 他就知道該怎麼樣跟你玩 所以因為整個的餐飲市場 台灣餐飲市場的交易模式落伍 所以造成真正賺到錢的 給各位最後一個數據 前所有的全市長在去年 四千四百二十五億的消費額 就是我們吃飯吃掉四千多億 裡面有三千六百五十一億 百分之八十二點五是給大餐館包了 在這百分之八十二點五的大餐館裡面 前十名台灣有十二萬家餐廳記得 前十名的收的錢就佔了十六塊兩毛錢 對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十四萬家裡面真的賺錢的錢 十家這麼多 對 十六點二 那其他的百分之八十幾的十四萬家 是 中小中階以下的全部是賠錢的 是 所以現在台灣的餐飲市場中低階的 替換率非常快 這主計數通通不會告訴你 我們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這個分工當中 很多人覺得做餐飲很方便 阿忠哥我們觀察一下 因為這個外賣能夠 這個行業能夠崛起 其實剛剛進行提到的重點 就是因為現在人越來越忙 也越來越窮 但因為對於品味 對於餐飲的需求越來越高 那因為我們資訊不對稱 有這種外賣外送平台 又忙又窮又想過好 想吃好 這個生意商機會不會越來越大 台灣現在也越來越多 我們舉個例子 剛才我同意建華講的 就是說台灣整個交易系統裡面 最落伍的一個東西叫什麼 支付系統 對 就是為什麼剛才建華哥講那個 拎了五個便當找不到買家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支付系統 如果今天你是用支付系統 就已經 你今天點什麼餐 就已經把它付掉了 商家收到錢了 外賣公司送過來 這個絕對不會 冤有頭債有主 絕對不會 今天大家都在收現金 所以你要找到那個 付你現金的人 這個就是個大問題 而且這裡面 你國家完全收不到稅 這要逃稅太簡單 可是在中國 他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支付系統 也不像中國 美國 英國現在都 外賣系統 我覺得中國是更厲害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今天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他兒子 現在在學校幫人家帶訂便當 一個月淨賺 一個月淨賺600塊人民幣 幫他帶訂便當 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念國際學校 他的很多同學 都沒有那個微型支付 因為他們都用支付寶 因為他們都用那個支付寶 對 那只有他 他說他說他讀國際學校 他有支付寶 他有支付寶账戶 他就帮同学来订便当 因为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同学要跟他订 他说第一个 因为同学没有支付寶卡 只有他有 他就帮他订 我说那同学不会 办支付寶账戶 不是 学校里面拿到没有吗 他说学校有 学校吃buffet all you can eat 一克大概是 他说好像30块人民币 150块台币左右 他说可是外面也是 外卖来的东西 也是30块人民币左右 可是比学校的好吃多了 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来找 他这个小朋友帮他订 所以他赚什么 他赚红利基点 赚打折 所以你看 就是一个中学生 他透过一个支付系统 他都可以在学校开始 经营起一个小生意出来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外卖 他其实是可以很专业的在运作 可是你必须要建筑在 一个支付系统是非常安全的 那因为支付系统安全以后 大家盖上面就可以玩非常多的 创意跟服务 像刚才建华哥讲说 我今天送便当的小弟 我可以一直一楼一楼去扫货 那这个东西跟台湾说 我还要走出我的大楼去买便当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听过那个饿了吧 他们在讲说他们可以做到多精彩的程度 就今天很多公司是他们加班 加班以后在哪里吃饭 在会议室吃饭 会议室吃什么 吃麻辣锅 你爱点什么都可以 你要点鱼翅来漱口 也可以 他都帮你弄 所以外卖餐点 他就帮你去打包这些东西 可是你吃完麻辣烫以后 那个味道会有 因为那个中药的味道 会把整个会议之后弄得满满 他还帮你打包 全部的东西帮你收光以后 还把它喷香水 让会议室完全恢复 原来正常的样貌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服务业的晋升 我们今天如果永远是爸爸妈妈店 我们台湾就只能做小吃 那你永远做不了这样叫服务 是一个可以移动 可以系统化 可以拿出去卖东 卖到移到不同的地区去操作 所以你今天的整个餐饮服务业 就越来越low你知道吗 越来越low 对 我觉得台湾不进步就这样 越来越low どう étant透明 你卖到沙�imp 这个是我 跟台湾不进步在 blown 好的 就是中国一定是确实了 dém Thirty 只是